8月12日晚,2020年两岸北馆交流活动在福建全州全港区举行,与往年不同,受疫情影响。 今年,来自全港景祥北馆艺术团和台湾彰化花坛玉峰格剧团的两岸北馆艺人,通过视频连接的方式云同台,共奏古乐,共序情谊。 北馆是一种丝足明月,清代光绪年间从江淮一带传入泉州,并随着泉州人传到台湾,与南英并称姐妹花,素有天子传英的美誉。 2006年,北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敏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在海峡对岸,北馆作为台湾汉州传统音乐最大的乐种,能传上不衰,常见于银神赛会,镇头,以及歌仔戏,布袋戏表演中,可谓跟在大陆花开两岸。 对两岸文化的认同,通过我们泉州北馆这条窗口来加强两岸的民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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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